拿到 iPad Pro 2020 我只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 LiDAR 离让我们拍出 3D 立体照片 还有多远 本质上它和我们在安卓上见过很多次的套法很相似 通过计算光打到物体上再返回来的时间来计算距离 通常是红外光 而在红外相机下我们能够看到 iPad Pro的 LiDAR 投射出来的是一份光点 从苹果的专利文件当中可以看到 使用光点是为了增加亮度以概括环境光 接收端再加上特定波长的滤镜来提升检测的新造比 至于苹果所说的 它可以从光子层面进行探测 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宣传语而已 而是 SPAD 阵列真的是一个光子就能够触发信号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 LiDAR 的分辨率并不高 远不如 Face ID 用 AirCade 的 Debug 选项扫描三维结构的时候 较小的物体或者结构比较复杂的物体就比较粗糙了 但 LiDAR 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 5 米 几乎可以覆盖整个房间 有趣的是因为使用光线来探测空间 所以 LiDAR 会认为镜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在此之前 AirKit 利用摄像头和 AI 只能大致检测到平面的位置 但现在 LiDAR 已经可以绘制出相对精确的空间分离模型了 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需要左右移动 iPad 来检测平面 现在一下子就能够找到 而且识别更加精准 比如说在自带的测距 App 中 在物体的边缘就会出现锚点和线 离境以后会有更加精细的刻度 更重要的是 AR 模型终于可以被物体遮挡了 此前在 AirKit 3 上 摄像头可以利用 AI 来抠出人像实现人物的遮挡 但是对人物以外的物体就速度无测了 有了 LiDAR 之后 任何物体都可以遮挡 AR 模型更加真实 App 中想要实现这个功能 加一行代码就OK了 但我们发现 LiDAR 的帧率其实很低 在建模之后 视角的移动仍然是依赖摄像头 陀螺仪和加速剂 因此当遮挡物体不动 镜头动的时候问题不大 一旦遮挡物体移动 那就开始落下了 所以即使有了 LiDAR 人物的遮挡目前还主要依靠 市场头数据和 AI 扣图 这可能也是 iPad Pro 没有把 LiDAR 用于人像模式拍照的原因之一 而另外一个原因是 在 LiDAR 眼里边 人类不过是这样的一坨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 就是谷歌的 AirCore 已经实现了一颗市场头 来检测出空间的3D结构 根本就没有用到 TOS 现在 API 还没有完全开放 不过已经有一些软件用上了 但是精准度还达不到 LiDAR 的水平 有 TUF 的手机 可以利用深度信息 来进一步提升遮挡的效果 至少在 Note 10 Plus 上 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测试问题 我在翻阅开发文档的时候 还发现 苹果已经做到了结合 2D和3D的数据来识别场景 比如说官方的DEMO中 就可以识别地板、桌子、座椅、墙面等等 所以 LiDAR 对现有 AR 体验上的提升 基本上仅局限于更快的放置 以及更好的遮挡 真正想要发挥 3D 空间检测的能力 则需要软件的主动适配 比如说增加一些物理效果 我猜测 这也是苹果提前半年在 iPad Pro 上 率先搭载 LiDAR 的原因 这半年之后 iPhone 12 Pro 上市的时候 那时候才不会说是一个软件都没有 至于说激光对人眼是不是有伤害 苹果在随附的提示当中表示 iPad 为一类的激光产品 符合 FDA 的标准 而 FDA 的官网上也提到了 一类激光的辐射不被视为有害 二类以上就会强制要求打一个提示 Logo 了 苹果也借此机会重申 别瞎拆 容易拆瞎 苹果的 AirKit 的生态是越来越完善了 所以开发起来并不难 适配起来也比较广泛 甚至如果你有 3D 模型的话 可以一行代码都不写 就直接转成 USDC 的文件 放在网页上或者直接下载的本地都可以预览 连 Dell 的官网都给 XPS 13 做了 USDC 的模型 现在的 AirKit 甚至可以利用真实的环境 来渲染反光 景深和噪点 更关键的是相比于 Android 阵营 对 Toft 反复试探 苹果是看准一个方向以后一般不会轻易的改变 即使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设计 也能够坚持三四年 所以开发者为 AR 所投入的风险也会相对小一些 Ladar 只是 AR 这个方向的一小步 这段时间苹果所申请的所有专利都毫不掩饰 它就是奔着 AR 眼镜方向去的 iPad Pro 的面试也意味着 苹果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移动芯片和软件生态 动作捕捉有了 空间追踪也有了 一台 AR 眼镜所需要的所有前提条件 只差手势识别了 所以假如今年 WWDC 我们能够看到手势识别 那可能 AR 眼镜发布今年真的是有可能 除了 LiDAR 这一代的 iPad Pro 其他的升级点就显得很常规 比如说 A12Z 就是 A12S 的开盒 键盘只不过换了一个折叠的结构 唯一多出来的就是触摸板 新的光标让我用起来愉悦的同时又很恼火 写稿的时候 移动光标确实比抬手腕戳屏幕舒服太多了 在 Sphere 里面也可以正确的支持网页上的悬浮操作 甚至还有右键菜单和桌面版的 Sphere 体验几乎一致 iOS 当中很多原版需要滑动的操作 用鼠标点一下就可以了 他聪明到知道要在亮色和暗色背景下显示不同的颜色 遇到图标和空间就会吸附上去 这个动效最早是出现在 Apple TV 上 和微软的 Fluent Review Highlight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恼火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自动吸附上 比如说编辑文档的时候 移动光标会这样一行一行的跳 有一种不爱听使唤的感觉 在设置中关掉这两个选项可以缓解 但并不能完全改善这个问题 而且苹果自家的配件就是亲儿子 第三方的鼠标滚动起来就是这副德行了 如果使用苹果第一方的鼠标和触摸板 鼠标支持滚动惯性 但是有我们刚才所说的戏服问题 触摸板则有比较大的延迟 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连接 而接到 Mac 上就不会这样 只要你的 iPad 能够升级到 iOS 13.4 都是可以支持鼠标和触摸板的 大部分软件当中 只需要做点击滚动和简单的文本操作 可以不用做专门的适配 但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软件当中 用户会期待复杂的鼠标操作 比如悬浮 拖拽 多选 甚至是 Option 拖拽 这需要用到新的 Pointer API 需要开发者来做适配 当下鼠标的 Office 全架桶当中 Word 不能用鼠标来选择段落 Excel 点快了就都跟不上了 这个键盘可以说是非常的苹果了 打开的时候一个连贯的动作 自然展开成悬浮的状态 合上的时候也是 只有当转轴转到一定角度之后 iPad才会点亮 同时完成面部解锁 这个转轴甚至比很多笔记本的转轴都要稳定 虽然少了三角结构 理论上磁吸更少一点 但是苹果加强了磁力 反而使得它比之前的键盘盖更加的稳固 触摸板有点小 但每一处都可以按下还支持各种手势 键盘有背光 手感弹弹的 整个键盘看着就很结实 但是精致的细节下面掩藏着糟糕的体验 键盘的声音太大了 触摸板的声音更大 开合角度到这就停了 我知道 iPad屏幕的可视角度大 但这并不是你把转轴去做死的理由 最关键的是重量的提升 11寸版本的键盘本身就600克左右 比之前重了一倍 加上iPad整机重量超过一公斤 厚度超过15毫米 拿在手上明显感觉到手法上的分量 13寸的版本则达到了1362克 干脆比MacBook Air更重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笔记本的身材 这些再加上3比2屏幕 手写笔 分离式的结构 都意味着 苹果坚定的要把iPad打造成生产力的工具 以及自证Surface Pro的方向对了个明白 但是一提到iPad生产力 就会不可避免的又陷入到一个 能否替代笔记本这样一个话题 其实征讨的双方都知道替代不是0和100两者 而是中间的一个度 至于有多大程度上的替代 你只需要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iPad充当了你什么样的角色 比如我是马瑟的 需要开几十个浏览器窗口 要一停对比四个样张 比如说剪辑师 要对着波形图来调色 比如说程序员 要写代码的时候还得运行虚拟机 诚然iOS上不乏很多生产力的软件 什么iWork、Office、Adobe的全家桶 小团队开发的Ulysis、LumaFusion 毫无软件真是太多太多了 比安卓不知道高了多少个Windows Mobile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些都是弟弟版阉割版 想让他们在iPad上有生产力 必须要像当年PC上的QQ转到微信上一样 重新思考和设计 这就是苹果和软件厂商长期博弈的一个过程了 目前更加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云服务 让iPad先成为一个临时的生产力设备 比如说Ulysis是基于iCloud同步 在公司没写完可以拿到路上写 这就是非常棒的使用场景 而LumaFusion那么多视频片段是很难同步的 iPad上剪辑素材要拷贝半天 再拿到电脑上又得拷贝半天素材 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使用场景 第二个问题 笔记本充当了你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处在一个只要睁着眼就盯着屏幕的一个时代 当你在生活中增加了一块新的屏幕的时候 势必要从以前的屏幕那里边去争抢时间 对于我而言上有台式机下有手机 玩游戏或者追剧有电视 笔记本夹在中间一个礼拜采用一次 iPad Pro进入生活之后 替代笔记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你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 这个逻辑就是这么盘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的主地本来就是一台笔记本 那到哪全都必须要带着的时候 在iPad生产力还无法媲美桌面系统的情况之下 你企图和笔记本去抢时间 那很多情况就会落到一个 出门要多带一个设备的尴尬 更何况iPad Pro在可变形态变多的同时 仰叉在没有能够达成完整的笔记本体验的情况下 牺牲了作为平板的体验 大家好 为了庆祝复学复工参加全网的双品购物节 无一期间F5K件两重优惠 首先是全场满简的优惠券可以领 第二就是合模两件9折3件8折 充电类的全系都是9折 没有套路真优惠 还送精美的礼品和纪念T恤 淘宝京东全线启动 活动仅限4天 iPad作为平板明明已经没有对手了 可是苹果为何仍然如此努力呢 这就是因为苹果用它替代笔记本的野心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尽管每一代都会遭到别人的嘲笑 但也许有一天 别人嘲笑着嘲笑就会发现 iPad已经偷偷一点一点的 在替代原本属于PC和笔记本的空间 别忘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生产力软件 在所有iPadOS设备上都是可以运行的 其他厂商再想去做一个平板去追赶 就会发现没有iPad好 还比iPad贵 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再翻盘了 所以微软做不住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投币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